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残情恶哨的隐婚期》 作者 蓝腰 演播 一笑末路 生机勃勃 第61集 颁奖典礼那一晚的突发事件之后 日子朝常平稳度过 所以警局那边还没有找出那个黑衣人 乔乔也没有之前那样着急 只不过心灵还是隐隐觉得不安 这几天过得实在太过平静 有一种暴风雨即将来临前的压抑宁静 姜暖成和丽莫熙那一晚的纠缠之后 两人也没有任何接触 他以为自己可以回到安稳的生活轨道了 宋信路出院那天 姜暖成按照之前约好的去接他 临近开学了 姜暖成有些忙 到达医院的时间就迟了一些 他以为宋信路会等他 可一进到病房 就见护士在整理被褥 床上空空如也 哪里还有好友的身影 他一脸疑惑地过去询问 护士 请问之前在这里的病人呢 护士没空看他 随口回答 出院了 姜暖成压抑 好友出院了 怎么也没通知他一声 难道是因为他来迟了 他跟护士到了线 转身走出病房的同时 掏出手机打通送些路的电话 电话是接通了 可是没有人接听 姜暖成以为他在忙 或者没空接电话 他寻思着 过一会儿再打电话 他绝境没想到 此刻的送信路并没有走远 他就在医院一处 披荆的走廊里 他坐在栏杆上 手里捏着几张相片 他的手在颤抖 眼睛盯着相片一眨不眨 当姜暖成的电话 打过来的时候 他盯着手机上显示的 姜暖成这三个字 一股股怨和怒 在心里破土发芽 很快就长出藤外 缠绕了他整个心房 他尽到准备出院时 护士拿了这个信封给他 说是有人刚刚送来的 他满心好奇地拆开信封 看见的居然是这样的一幕 他最好的闺蜜和他的男友 亲密地抱在一起 一开始 他以为是自己看花眼 可相片那么清晰 姜暖成的脸 庄宇泽的表情 都是那么清楚 看到后面是庄宇泽 抱着姜暖成走进酒店 那一刹那 他仿佛遭遇五雷轰顶 手一松 相片全部散落在地上 姜暖成 他居然勾引庄宇泽 一瞬间 之前的一幅幅画面 有上他心头 那一次在小区门口 姜暖成明明和庄宇泽见过面 他却撒谎说没有看见 还有那一次 他看见姜暖成 鬼鬼祟祟地上了一辆轿车 车子开建了龙福院 那个富人居住的地方 如此一想 宋谢露便想起 庄宇泽曾经跟他提过一次 要在富人区买新房 他后来再问起这件事 他却改口说不买了 如今想来 他才后知后觉 原来他们早就被 他勾搭在一起了 恐怕那个富人区的房子 就是专门为了方便 他们偷情才买的 宋谢露盯着手里的相片 双目变得心红恐怖 他如何能不恨不恼怒 一个是他最信任的朋友 一个是他用心对待的男人 可他们却这样 无情地背叛他 姜暖成 你勾搭谁不好 为什么偏偏是庄宇泽 防火防盗防闺蜜 这句话说得果真 一点都不假 宋谢露冷冷地笑了 眼底一丝冷力划过 他扶了扶还扁平的肚子 他要去找庄宇泽 庄宇泽获得最佳新人奖后 通告越来越多 各大商家对他的形象 也非常满意 纷纷找他代言 此刻他正在拍摄广告 宋谢露面色憔悴 找到这里的时候 一个劲儿地要往庄宇泽那里去 只是现场安排了人保证安全 所以他的前进被人拦下 他双目透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冷光 又像是一滩没有波澜的死水 盯着远处的男人喊道 庄宇泽 你给我过来 你把话说清楚 你到底什么意思 工作人员死死地拉住他 不给他靠近 以为他是疯狂的粉丝 还一个劲儿地劝阻 你不能过去 宋谢露根本不管 一直大声嚷着 最后惊了在拍摄的庄宇泽 他一转头看见是宋谢露 他披头散发 看起来很糟糕的模样 他不禁皱起了眉头 这女人不好好出院 来这里闹什么 他觉得脸上无光 真不想大家知道 他们是认识的 许是一直被阻挠 宋谢露恼怒了 厉声呵斥拦他的工作人员 你们滚开 我是庄宇泽的女朋友 我为什么不能靠近他 他情绪如此激动 大家自然没把他这话当真 毕竟很多粉丝都说是庄宇泽的女朋友 庄宇泽这下无法安心了 再让这个女人继续吵下去 只怕会出什么丑闻 他走过来 假装询问 怎么回事 哦 他是你的粉丝 一直嚷着要见你 拦都拦不住 工作人员说 庄宇泽 我有话要跟你说 宋谢露此刻 依旧恼怒不已 庄宇泽咳了咳嗓子 我跟他谈谈 你们都去工作吧 小心点 他情绪好像不对劲 助理在旁边提醒 庄宇泽不以为意 还让助理先去忙 大伙都觉得 庄宇泽对待粉丝真是好 庄宇泽拉宋谢露到一丑大树下 上下打量他一番 你来闹什么 看看你现在不修蝙蝠的样子 能不能注意一点形象 宋谢露讥讽一笑 庄宇泽 只怕我在你心里 早就没有什么形象可言 你眼里看见的是别的女人 根本不是我 你怎么回事 谁惹你生气了 你心里不爽 也不该来我这里闹事吧 庄宇泽觉得 他在屋里取闹 宋谢露瞧着他一副坦然的模样 又是嘲讽 真不愧是演戏的 你怎么能这么镇定 庄宇泽 你就没有一点愧疚吗 还是说脚踏两条船 就是你的风格 庄宇泽皱眉 什么脚踏两条船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别不承认 宋谢露指着他继续说 我都已经知道了 庄宇泽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不管你对我还有没有感情 我告诉你 我现在肚子里已经有了你的骨肉 你是要你的孩子 还是外面的女人 就在庄宇泽被这个消息 惊得一动不动时 宋谢露决然一笑 如果你选择外面的女人 那我就一头撞死 到时候一尸两命 他只向旁边的那棵大树 那样子 一点都不想开玩笑 庄宇泽得知他怀孕 已经够震惊了 现在又被他这么一下 整个人都有些慌 脑子也不清醒了 哪里还有心思 去想他说的什么女人 因为心思 只在他的肚子上 你说什么 你怀孕了 他不敢相信 他明明有做措施 他怎么会怀孕呢 对 已经两个多月了 宋谢露说 庄宇泽暗算时间 两个多月 那是他们第一次 发生关系那次 你不是跟我说 有吃适合药的吗 他默地抓住 他的手臂质问 宋谢露被他抓疼了手臂 原本还有些心虚 此刻一点愧疚都没有了 大声说 我就是骗了你怎么样 庄宇泽神情 突然就挥败下来 他慢慢地松开他的手臂 整个人的精神有些恍惚 他没有一点喜悦之色 他现在 才刚刚在娱乐圈冒出头 还不想那么快成家 再说 他现在还很年轻 从来没有结婚的打算 更别说是要孩子了 再者 他也不认为宋谢露 适合当他老婆 他慢慢稳定情绪 忽然握住 宋谢露的双肩 解量用低柔的语气劝他 露露 你听我说 我的事业才刚起步 一切都不稳定 而你还没有大学毕业 过早生孩子 对你对我都不好 你听我的 这个孩子 我们先不要 他的话说到这里 就漠然被宋谢露 用力一把推开 他不敢置信 恶狠狠地动死他 庄宇泽 你说什么 你不要这个孩子 意思是 要我去打掉吗 你宁愿选择江暖城 也不要我们母子 是不是 庄宇泽脑子 有些转不过弯了 这和江暖城 有什么关系 露露 你听我说 我也是迫不得已 只能说这个孩子 来得太不是时候 我们都不能保证生下他 会给他带来幸福 够了 你不用再说了 我知道了 你已经被迷惑 你眼里根本容不下我 所以连我的孩子 你也容不下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打掉他 我要生他下来 等他长大 我就告诉他 你是他的爸爸 可是你不敢要他 他边说着边后退 视线却一直定在庄宇泽那里 他狠声道 身在坐天在看 庄宇泽我告诉你 你会有报应的 你和江暖城都会有报应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残情恶哨的隐婚妻 他几乎是笃咒一般的话语 着实让人心惊 他倒退着要离开 庄宇泽走上前两步 你要去哪儿 你别过来 否则我现在 就一头撞死 不要跟着我 听见没有 他冷喝完 便转身大步跑开 庄宇泽不敢真的追过去 怕他会做出决绝的事情 宋歇路一边走 一边落了泪 他不懂 为什么江暖城 要跟他抢一个男人 江暖城 你我从此 恩断义绝 一直在寻找 宋歇路的江暖城 眼皮跳得厉害 心里七上八下的 不能安定 连续打电话 都没有人接听 他只好把电话 打到庄宇泽那里 喂 是我 我想问问你 陆陆有没有去找你 江暖城开口便问 宋歇路走后 庄宇泽喊是烦躁 他认为宋歇路怀孕的事 越少人知道越好 尤其是江暖城 于是他说 哦 我带他出来吃东西 你找他 江暖城只是担心 好友的下落 听到庄宇泽说 宋歇路和他在一起 他也就放心了 我今天来医院接他 没看见他 有点担心 既然有你排着他 我就放心了 江暖城随后 挂了电话 他以前觉得 庄宇泽不适合宋歇路 现在看 他还挺关心好友的 希望他们能好好在一起 暑期很快就结束 江暖城要回学校 乔飞上学了 当乔乔助理的日子 跟着结束 不过乔乔说了 他一毕业 可以来找他 就在江暖城准备回校 乔乔准备 洽谈新细分之事 一条重磅消息 一夜之间在各大媒体爆开 大家都是一夜醒来 看见这条铺天盖地而来的新闻 真让人措手不及 各大媒体好像商量好了一般 今日的头版头条 全是艳星悄悄被人曝光照片 当然 那些照片都打了马赛克 据媒体的说法是 这些照片来自网络 艳照最初流传出来时 是没有打马赛克的 艳照里 还有几张是 乔乔与男人 搂抱在床上的相片 根据爆料人的说法是 乔乔当年为了上位 和某位导演 见现潜规则 至于是哪一位导演 大家都没有看清楚 因为男人的面容非常模糊 只有一些看见 他暴露的身躯 那些艳照 简直不堪入目 很多都是一丝未挂 若非打了马赛克 男人看了 简直要流鼻血 既然媒体说 这些相片来自于网络 那就是说 网上那些没有打马赛克的相片 已经被无数人阅览过 江暖城从手机新闻里 看见这些照片时 瞬间就懵了 这是乔乔 他最初安慰自己说 这些一定都是PS的 他不敢相信 图片里为着错旅的女人 是乔乔 拉下去看下面的评论 网友的口风 几乎是一致的黑乔乔 那些无言会语 看了都让人生气 江暖城无法继续看下去 连忙打电话给乔乔 与平时不同 乔乔的电话 如今一直占线 根本就打不通 出了这种事 肯定很多人打电话 询问艳照的事 看来 他只能去公司找乔乔了 江暖城到达乔乔的 经纪公司门口 只见一群记者围在门口 不用猜都知道 他们是为艳照而来 这时候 是无法走正门了 江暖城从旁边的 员工通道进入公司 他一进来就觉得 今天公司里的气氛 与往日不同 大家脚步匆匆 难道都是为了 悄悄的事 事情已经有 这么严重了吗 正想着 忽然电梯那里 出来一群人 没手的男人 戴着黑矿眼镜 一脸黑沉 对旁边的女人严厉的 马上把网络上流传的照片 都压制下来 启动一级公关 立刻摆平这件事 外面的那些记者 全部打发走 那女人连连点头 是 老总放心 我懂怎么做 江暖城看见那女人 正是乔乔的经纪人秦姐 一群人往这边走过来 江暖城连忙躲到一边 又听那位老总说 让乔乔这段时间 不要出门 逼一下风头 你再问问他 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我今早就让他在家待着 不准他出门了 秦姐说 江暖城这下知道 乔乔在家 看来那些相片 都不是PS 而是乔乔得罪了人 被人整了 他想起自己和乔乔 一起被下药的那晚 幕后的人在那时候 就开始布局了吗 江暖城心头一阵恶寒 他转身离开 去找乔乔 他远路返回 走在员工通道上 穿过车库 就可以出到外面 书然 有辆车开进来 那辆车很熟悉 是乔乔 江暖城心惊 乔乔怎么会来公司呢 他抬腿绷过去 从车上下来的人 果真是乔乔 他今天一身保守的 黑色衣服 窝浪头发披散 脸上带了黑超遮面 多了一分 停止没有的冷酷 但依旧能看出 他的精神不好 也对 无论是谁出了这种事情 都无法平心景气 何况这件事可大可小 要是处理不好 悄悄遭到封杀 不是不可能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残情恶少的隐婚期 作者 蓝腰 演播 一笑末路 生机勃勃 第六十二集 乔姐 姜暖城走过来打招呼 乔乔身子一睁 似乎被吓了一跳 看清楚是姜暖城后 松了一口气 暖城 你怎么在这里 我是看了新闻不放心 所以过来找乔姐你 姜暖城直接说明来意 乔乔拍拍他的肩膀 你又心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 好似一夜未眠 燕照在凌晨五点 那样出现在网上 他们六点才看到消息 那时候 他刚拍完夜戏 想休息 却接到秦杰打来的电话 紧接着 事态越发严重 他们想拦截都不行 乔乔来公司 就是为了处理这件事 他无法容忍那样的自己 被所有人看见 乔乔与公司的公关团队开会 姜暖城在会议室外面等着 不时刷新手机里的新闻 查看事情发展到什么状况 很快 乔乔的经纪公司 发出一份声明 声明里承认 燕照女主是乔乔 并为此事向公众道歉 他们带来不好的影响 紧接着说明 乔乔是被人陷害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人拍下了这些照片 他们已经报了案 还发现一份酒店的录像 这是乔乔被黑衣人掳走的片段 另外 他们会保留 追究发布相片的人的法律责任 严厉要求各大网络 停止相片继续流传 至于乔乔 前规则一说 也纯属是子虚乌有 完全是被人设计陷害 待抓到凶手 自会还乔乔的清白 这份声明发出来 是挽回了一些乔乔的形象 但燕照流传太广 大家根本不在意 他是不是被陷害 注意力完全在那些 他裸露的相片上 紧跟着 乔乔代言过的各大厂商 纷纷打电话到公司 要求撤退合约 以及赔偿损失 事情发展到他们完全无法掌控的地步 原本谈好的通告和戏份 也统统被驳回 无人再敢与他合作 乔乔已经走入了困境 网络上的相片 这会儿全都被打了马赛克 却没有停止传播 就算网络监管部下了命令 一时半会儿 也无法阻止相片继续流传 更何况 有些丧心病狂的人还把相片下载了 乔乔似乎真的得罪了人 就在公司发布声明的不久 有一家默默无闻的月周刊 立马宣布 他们有乔乔的独家爆料 这份报道 他们打算在周一公布 周刊微博上非常简意地打出 周一简 经纪公司当即和月周刊的负责人联系 警告对方不能乱发隐私 否则他们要追究责任 可对方一点都不买账 坚持要把这份报道发出来 会议室里 乔乔在 秦姐和小杨 以及公关部的人都在 江短城此刻也在 大家的脸色都不好 尤其是乔乔 若非在娱乐圈待了这么多年 练就了一颗坚硬的心 否则他早就崩溃了 大家都不知道 月周刊到底要爆料的是什么 这才是最令人恐慌的 瞧瞧 你好好想想 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这简直是要往死里整你啊 秦姐这会儿都安纳不住了 眼看着事情一步步发展下来 分明是有人精心安排好的 乔乔一脸倦怠 他最近接戏的时候 是有和那么一两个女星争了一下 可那些女星他多少都有些了解 不可能做出这么狠辣的事 除了这些 他当真想不起来 他还得罪了谁 江短城垂下眼 他想到韩千雅的威胁 只是韩千雅仇恨的人使他 不是乔乔 这事儿会和韩千雅有关系吗 小杨在一旁沉默了一会儿 说 现在最要紧的 是搞清楚 月周看手里有什么料 乔乔深吸一口气 拿过秦姐手里的手机 陈生说 我来打电话给他们负责人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乔乔试图跟对方交涉 想探听对方掌握的是什么 可对方狡猾得很 根本不上套 乔乔好说歹说 最终都没有达到目的 对方还非常嚣张地说 他们身为媒体人 就是要曝光他们这种负面人物 环娱乐圈一片清静 乔乔气地甩了手机 他不想再纠结这件事 深正不怕影子邪 他就不信 对方还能报他什么坏事 他们目前主要是 把艳照全部处理掉 事情发展到第二天 艳照风波还没平息 乔乔被所要的赔偿费 已经达到天价 江暖城被学校催促 回去缴纳学杂费 他到达学校 先是看公告处贴出的 奖学金名单 他看了一圈下来 居然没有他的名字 他拧眉思索 他上个学期的成绩 但已经下发了 完全符合奖学金的条件 可为什么没有他的名字 真让一直都有奖学金的 他很是郁闷 是不是老师的疏忽 遗漏了 江暖城没去奖学费 而是去找办主任 他的学杂费都是减半的 他每个学期都会领第一名的奖学金 这些钱他用来交剩余的学费 余下的是生活费 暑假工作得到的报酬 他全部缴清父亲在医院的花费 可以说每一分钱该怎么花 他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少了奖学金 没有生活费 他可以打工 但学费可没有办法拖延 班主任王老师 刚好从财务室领到学生们的奖学金出来 江暖城迎面走上去 王老师好 他打招呼 王老师一见是江暖城 神情变得有些不自然 扯开的笑容都有些勉强 是江暖城啊 来学校报到了 江暖城看一眼王老师手里的奖学金 他开门见山地问 老师 我刚才看了奖学金名单 怎么没有我的 我上学期的分数明明达到标准了 王老师眼神闪烁了一下 一本正经地说 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呢 是这样的 你上学期 有一门科目得了满分 我们检查下来 发现你的答案和参考答案几乎没有差别 所以有些老师怀疑你作弊 这个奖学金 暂时不能发放 江暖城头一次听见这样荒谬的理由 立即说道 老师 我根本不可能作弊 我的答案都是根据老师平时所教来做的 怎么能这样冤枉我 冤不冤枉你 这个还说不准 总之老师们还要再讨论讨论 如果确定你没有作弊 奖学金才能发放 你也不要再追问这件事了 事情闹大了 到时候把你开除了 就得不偿失 王老师没什么表情的 搁下这话就走 江暖城有一种被人作弄的感觉 无缘无故说他作弊 还扣除他的奖学金 想让他无法上学吗 不行 无论如何 他都要弄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只是江暖城接下来 寻找王老师都不成功 打电话也是那样的说辞 让他耐心等待 等待老师们商讨出结果 再答复他 江暖城自己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瞧瞧那边的事情又爆发了 月周刊当真在周一爆出 乔乔的绝密隐私 他有私生子 不知道月周刊是从哪里得来的图片 图片里 乔乔一身便装和一名小男孩在一起 有去游乐园的 有一起用餐的 还有一起回家的 小男孩的模样 和乔乔的七八分相似 一眼就能看出是母子 报道里说 这是乔乔刚出道时 和某导演前规则所生的私生子 还说那位导演已经有家世 所以乔乔只能当无名分的小三 好在他争气生了个儿子 否则演艺之路 绝对没有走得那么顺利 全都是因为背后有人支撑 江暖城当然知道 乔乔有儿子的事情 只不过这是一个秘密 他答应过乔乔不会说出来 现在却被人曝光了 乔乔一定气疯了吧 更要紧的是 孩子还这么小 根本无法接受这些舆论的打压 这对孩子以后的成长 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江暖城已经无心顾及自己的事情 赶紧去找乔乔 经纪人秦姐的家里 乔乔此时过着怒不可遏 若说之前曝光的燕照 让他边临崩溃的边缘 现在孩子被曝光 就真的让他崩溃了 乔乔哪里还有平时的冷静 一直说着要把月照刊告上法庭 秦姐跟他分析 现在他的负面新闻没弄清楚 只怕也没有律师肯接他的案子 如今最重要的是 说清楚这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是不是真的当了小三 乔乔一拍桌子怒道 这篇报道 纯属子虚勿扬 完全是往我身上泼墨 我是没结婚就生孩子 但我没有当小三 孩子也不是什么狗屁导演的 他就是我接经生来的 怎么了 够了你 我拜托你冷静一点 这种话 绝对不能再说第二遍 秦姐真是被他大胆的言论给吓到了 什么借经生子 借谁的经 你让我怎么冷静 他们攻击我就算了 现在是对一个几岁的孩子出手 他们还是人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残情恶少的隐婚期 乔乔气得身子发颤 如果月照看的负责人在场 他肯定上前 很抽他一个耳瓜子 你还不如省点力气 想想他们是怎么挖到你的隐私的 你孩子的事 还有谁知道 秦姐问 江暖城一皱眉 在乔乔看向他时 他开口 乔姐 我发誓我没有泄露半句 这么说 江暖城知道 秦姐看向江暖城 随后又问 还有谁 除了照顾孩子的保姆 其他的人 我都没有说过 乔乔一直很小心地保护孩子 除了那次偶然被江暖城碰见 保姆一个照看小孩的妇人 应该不懂这些 现在只有江暖城知道这事了 一直没有出声的小杨 此时说话了 这话里的意思分明是 怀疑江暖城泄密 秦姐对江暖城不了解 狐疑地问瞧瞧 这丫头 是你临时找来的助理 小姐点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看江暖城的眼神 有些不一样了 江暖城被他们三个人注视着 顿时知道 自己被他们怀疑 确实 乔乔有私生子的事情 他知道 可他千真万确没有泄密 乔姐 相处了一段时间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了解 我要是泄密早就该做了 不会等到现在 江暖城为自己辩解 小杨却冷哼一声 现在你不是乔姐的助理了 才是最好的时机 小杨你也怀疑我 你有什么证据说我告密 江暖城不懂 小杨为什么要针对自己 除了你知道乔姐这个事 还剩下那个保姆 反正不是你 就是保姆 小杨一副非常肯定的模样 你 行了 都不要说了 巧巧不耐烦地打断两个人的对话 秦姐的手机 在这时响起 大家都静下来看向她 秦姐接起电话 一夕听见对面人的语气激动 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秦姐的脸色越来越差 等她挂断电话 小杨先问出口 秦姐 又出什么事了吗 秦姐神色从未有过的凝重 她直视瞧瞧 事情闹大了 你代言的那些广告商 全部要求赔偿 还有一部分准备上映的戏 因为由你出演而被退下来 剧组也说 要你赔偿他们的损失 什么 全部要乔姐赔偿 乔姐哪里来那么多钱赔给他们 这些人怎么能说发脸就发脸呢 小杨一愤填膺的为乔乔叫去 将暖晨看向乔乔 她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力气 跌坐到沙发里 一手捂住眼睛 那样子好像已经走到绝境 秦姐还加多了一句更残酷的话 公司发话了 这事你要自己解决 公司没办法了 小杨捶在身侧的手 缓缓捏起了拳头 这个时候 她谁都靠不住 只能自己战斗 她只是害怕 害怕她的孩子受到影响 江短晨看见她这个样子 心里难过极了 她懂那种四面楚歌 无路可走的悲惨 江家倒下的那一刻 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撑过来的 乔姐 她想说点什么 你走 乔乔淡淡淡地说了一句 突然间变得陌生极了 江短晨心头一紧 乔乔明显是不相信她了 她着急 又说 乔姐 我 我让你走 你没听见吗 乔乔松开手 某人逆向她 眼里的冷力 是江短晨从来没有见过的 江短晨 你先离开这里吧 小杨插话 好像她有多讨人闲似的 江短晨别了敏唇 乔乔这时候 是没心情听她的解释了 何况她也没有证据 表明自己的清白 所以暂时离开 也没有错 她起身面对乔乔 无比认真地说 乔姐 不管你信不信 我还是要说 我没有泄命 另外 我会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她说完这话 没有一刻停留 起身往外走 小杨瞧着她的背影 嘴角未勾了勾 江短晨准备关上门的那一瞬间 听到秦姐说的最后一句 乔乔 你赶紧想想办法 去怎么应付那些厂商吧 否则 你就要官司缠身了 江短晨关上门 暗想 自己一定要帮帮乔乔 可是怎么帮呢 找庄雨泽查出那一晚 在酒店陷害她和乔乔的是谁 可警局那边 到现在都没有找到黑衣人 想到庄雨泽 她才记起 现在开学了 怎么没有看见宋希露去学校报道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残情恶少的隐婚期 作者 蓝腰 演播 一笑末路 生机勃勃 第六十三集 江短晨坐到等公交车的排椅里 脑子乱糟糟的 全部都是在想 最近发生的事 总感觉 好像有一条线索 只要抓到就能理清 可她就是抓不到 一辆辆公交车 从她面前经过 身边的人来了又走 她也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 直到脑子里 忽然蹦出韩千雅 韩千雅警告过她要小心 如今她生活一团糟 还被桥姐怀疑 这些都是韩千雅做的吗 她咬咬牙关 不管是不是 她都要问问韩千雅 她预备起身 忽然看见街对面 有熟悉的身影 是小杨 她步履匆匆的 好像是要去办什么事 江短晨起身要跟上去 她想问问她 没有证据 为什么就一口咬定 使她泄命 她看见小杨和一个女人见面 两人背影一闪 很快 两人就转入街角 虽然看不清那女人的样子 但那女人的背影很熟悉 江短晨要追过去 忘记了前面是车来车往的大马路 心急的就要往前走 才走两步 一辆急驰而来的车子 对她发出刺耳的鸣笛 江短晨默然回过神 却没有那么快的反应过来 眼看车子就要把她撞飞 身后忽然一股力气 把她猛地转了回去 那车一眨眼就在她眼前飞驰而过 她这会儿才懂得 什么叫胆都快被吓出来了 江小姐 你想自杀吗 男人疑惑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江短晨捂住胸口 一抬头 就看见戴着墨镜的暗夜 正看着她 她吐出一口气 是你啊 谁说我要自杀 我不过是想过马路 说到这儿 她赶紧看向对面 这会儿过去 肯定追不上小杨了 不过和小杨见面的那个女人 究竟是谁呢 你没读过小学吗 老师没教过你 怎么过马路 暗夜挑挑眉 刚才见她傻愣愣的 就要冲过去 要不是她 她现在已经归天了 江短晨正想着自己的事 就没听清楚她在说什么 难半拍反应过来之后 一脸疑惑地问 什么 暗夜摇摇头 反应那么迟钝 还敢经常顶撞牺牲 她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江短晨看了看暗夜 这家伙不是一直都跟在 丽莫西身边的人吗 她出现在这里 意思是 丽莫西也在这里 她转毛看过去 前面不远处停着两辆车 显然就是丽莫西的人在那里 她不自觉地 多看两眼的车子 丽莫西在车里不成 暗夜见她那想看又不敢看的样子 觉得很搞笑 冷不停地冒出一句 不用看了 二少不在车里 江短晨默然回神 觉得有些糗 自己表现得有那么明显吗 那么轻易就被人一眼看穿了 她轻咳一声 假装随口问 她不在 那你来这里做什么 暗夜用下巴 指了指不远处的银行 二少来这里谈事 她是见自家主子 对她的态度有些不同 才跟她说这些的 要是换走别人 可没有这样的待遇 江短晨看向银行的大门 丽莫西来这里谈事 不过这与她有什么关系 还是趁那个冰山男人出来之前 赶紧走 她对暗夜扬唇一笑 那你慢慢站岗 我先走了 她转身跨出一步 第二步却没有迈出 她忽然想到 或许丽莫西可以帮乔乔脱离困境 乔乔现在被各大商家追讨赔偿 恐怕银行是不肯借款给她了 连经纪公司都发话说 让她自己解决 她一个女人家 只怕为了孩子的事都应付不过来 又如何走出困境呢 丽莫西 还是往常那样一脸淡漠 公式化地说了一句 那就麻烦李经理了 西少的事怎么能说是麻烦呢 西少看着我们是我们的荣幸 李经理倒是很会说话 丽莫西 丽莫西见多了这样的人 不想再多说 长腿踏出就往外走 等候在外面的暗夜 即可迎了上来 二少 回公司 丽莫西简单吩咐 步子往在路边等候她的车子走去 暗夜有些迟疑 没像往常那样跟上去 丽莫西察觉到她的异常 回头看她 还有什么事 这 被主子淡冷的毛子盯着 她犹豫着难以开口 此时 躲在暗夜背后的江暖城 突然探出头来 脸上是夸张的笑脸 装模作样的打招呼 嗨 西少 丽莫西瞧见她的那一刻 眼眸皱然一缩 薄薄的唇线微眠 神气没有多少变化 但是冷漠增添了不少 她只看了她一眼 跟着看向暗夜 冷声命令道 回公司 她下达了命令 便干脆利索地继续往前走 暗夜哪里还敢多说什么 赶紧跟上去 江暖城就知道 她肯定会对自己不屑一顾 可是她都走出这一步了 总不能半徒而废吧 她硬着头皮冲上去 张开手臂拦在她面前 就当自己的脸皮现在比强还好 不顾一切地大声说道 丽莫西 我有点事要找你谈 丽莫西的眼眸直视前方 但不在她身上 她开口 却不是对江暖城说 而是对身后的暗夜说 没看见有人挡路吗 这是致问暗夜办事不力呢 暗夜心头一跳 早知道就不帮江暖城了 现在主子怪罪她 她赶紧上前 要拉走江暖城 江暖城急的 等一下 我真的有事情要和你谈 给我五分钟的时间 好不好 暗夜 丽莫西不耐烦地冷哼一声 暗夜哪里还敢 让江暖城继续拦路 上前拉江暖城往旁边走 还好心相劝 姑奶奶 二少爷现在不想见你 你就别拦路了 江暖城心想 她现在不想见她 以后就更不会见了 这次拦截不成功 就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 所以当丽莫西坐进车里时 她想都没想 就用力地甩开暗夜的手 动作迅速地跑过去 穿着车门还没关上之前 敏捷的一弯身 就钻进车里 顺便把门关上 以免被她推下车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残情恶哨的隐婚期》 她做完这一连串的动作 不顾大家的惊诧 有些自得地转头看向丽莫西 那神情仿佛在说 她今天休想轻易甩开它 男人的俊脸沉了下来 冷冷开口 下去 暗夜是干什么吃的 就这么允许这个女人上车了 江暖晨见惯了男人冷漠的样子 但她沉下脸的时候 还是让人有些害怕的 虽然她那张脸上 还是过分的俊美 不过她怎么觉得 她此刻对自己的冷裤里 夹着一些怒意 难道还在为上次的事情 生她的气 她想 这怎么可能啊 她何得何能 可以惹到她发怒 丽莫西 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谈 你给我五分钟 好吗 拜托了 她双手合十 对着她恳求 她也不知道这招管不管用 反正先来软的 软的不行再来硬的 如果这男人软硬不吃 再想别的办法 丽莫西冷腻着她 没有说话 不过她不再感叹下车 已经是好事了 细语 只听她冷讽的 我谈的都是大项目 你所谓重要的事情 是大项目吗 江暖晨一争 甘笑着说 不是 拜托 她哪里有什么生意 可以跟她谈 明显是刁难她吗 既然没有 就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安 男人又要喊安夜 赶她下车了 她一急 立马打断她 喂喂喂 就算不是大项目 对我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事 你别整天就想着 怎么当奸商行不行 她这话一出口 就知道自己完蛋了 她现在是求她办事 怎么那么顺口的 就说她坏话呢 一定是之前经常在背地里 骂她的缘故 安夜等人听到 她说他们二少使奸商 都不禁为她捏了一把冷汗 江暖城 你还是自求多福吧 江暖城看见男人 危险地眯起眸子 嘴角反常地 勾起冷眉的弧度 你是自己下去 还是想让我亲自动手 江暖城下意识 往车窗这边挪动开 拉开与她的距离 双手护在身前 煞有介事地说 你别过来 要不然我就大喊非礼 丽莫西以为 她会说出多么厉害的威胁 这话当真让她冷然一笑 非礼你 我没兴趣 让你断手断脚 倒是挺有趣的 你觉得呢 江暖城一下子瞪大双眼 什么 断手断脚 不能听她的 她一定是为了吓唬她 才这样说 她虽然这样安慰自己 可对她还是很有忌惮 这男人本来就是恶魔一致 好啊 那在断手断脚之前 你让我把话说了 总可以吧 她脖子一梗 好像英勇就义的女英雄似的 丽莫西没语一蹤 这女人当她开玩笑是吧 瞧她那副明明害怕 还装出很英勇的样子 她倒是好奇了 什么事情让她这么拼命 江暖城 你何必再来纠缠 她冷眼注视她 眼底有着嘲弄 江暖城微争 没想到 她用自己跟她说过的话来讽刺她 一时间 她脸颊有些微热 怎么样假装后脸皮都是自欺欺人 被她这样一说 她便觉得无敌自容了 可她现在是为了悄悄的事来求她 不管她说什么 她都要忍下来 是 我知道我现在是很令人讨厌 如果可以 我也不想来纠缠你 可是让你今天出现在这里 偏偏又让我撞见了 我真苦恼这事无法解决 老天就让你出现了 那一定是老天爷的意思 让我来找你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今天非要赖着你了 江暖城都不知道 自己居然会那么能扯 丽莫西痴响 这样说 还怪她自己了 接下来 她纷纷安夜开车回公司 没有赶江暖城下车 也没有说要听她说的话 只是闭上眼睛养神 江暖城不敢乱开口 心里安安窃喜 看样子 是给她机会让她开口了 江暖城跟着丽莫西 进了集团大厦 被这座雄伟的大厦给震撼了 进到独属于她的办公室 感叹够宽敞之余 就是疑惑 怎么一点亮色都没有 都是黑白灰三色 她不觉得压抑吗 连她都是一身黑色西服 反观她自己亮黄的T恤 倒成了这里唯一的亮色 而且她T恤前那只海绵宝宝的图案 和这个严谨的办公室 一点都不搭掉 她不仅有些急促 似乎这里 不是她该来的地方 过来坐 丽莫西坐在客区的沙发里 见她愣在那里不动 暗笑 她刚才不是很大胆吗 现在怎么那么拘束 江暖城赶紧走过去 坐到她对面 随口一问 这里是你的办公室啊 真是够大的 不过你不觉得 这间办公室 被你装修得太过单调了吗 都是死气沉沉的暗所 丽莫西环视一眼 自己的办公室 从前没有这种感觉 怎么被她一说 还真有那么点单调 她眸子一眯 你没事可说了 意思是 她没事就可以走了 江暖城暗自抽自己一嘴了 让你多嘴 呵呵一笑 道 有事有事 五分钟 她面无表情 抬着手腕 看手上的钟表 居然还要现实 江暖城哪里还敢耽搁 立即说出自己找她的原因 说完 她眨着期盼的目光看着她 你那么有本事 帮帮瞧瞧吧 只要找出害她的人 解除她的困境就好了 立墨西直视她 一时没有表态 江暖城不免绷解了心神 坐在单人沙发里的立墨西 闲适地交叠起长腿 眸光淡淡地望向她 这个乔乔是你的谁 我之前是她的助理 小姐她很照顾我的 就像我的姐姐一样 江暖城回道 那就是无亲无故了 你何必多管闲事 对于乔乔的事 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 她不可能不知道 不过是一个艺人爆出的丑闻 她从不会关心这些事情 就算是她公司里的艺人出了事 自会有人处理好 无需她过问 这怎么能说是多管闲事呢 比如你的好朋友出了事 你会袖手旁观吗 江暖城从不觉得 自己帮助他人有什么不对 难道真的要冷漠到 假装没看见 立墨西勾唇冷笑 我没朋友 江暖城语色 暗想 她那么冷冰冰的 难怪没有好朋友了 见她一时无法开口 她淡声问 她的事对你来说很重要 江暖城点头 嗯 很重要 想想乔乔如今陷入 几乎无路可走的境地 她就想到当初的自己 那个时候 多希望有人出来帮自己吧 可惜根本没有 正是有这样的体会 她才明白 此时的乔乔 是多么需要人帮助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残情恶少》的隐婚期 作者 蓝腰 演播 一笑末路 生机勃勃 第六十四集 丽莫西眼眸淡眯 语气变得很轻 有一丝不可捉摸的玩味 重要到你再次用身体来求我办事 江短城脑子嗡的一声 他是来求他 可没说要用身体啊 他这人说话 怎么那么邪恶 他不禁有几分薄怒 但说到底 他也没想好自己来求他帮忙 要用什么来交换 若非看见 瞧瞧那绝望的样子 他也没想要再次找他 谁 谁说我要用身体 我还可以用其他方法 江短城被他那带着精光的毛子 看得一阵局促 哦 他饶有兴致的挑眉 我倒想听听 你还有筹码可以和我交换 我可以做一切的体力活 不收取费用 比如呢 他英俊的铜毛里 那些光芒 愈加凝聚 江短城思索着 比如 打扫你的公寓 来你公司 当清洁工也可以 还有 你以为我很缺 打扫的工人吗 每当他说完 丽莫熙就颇为细谑地打断他 江短城下意识 咬住嘴唇 那你缺什么 男人凝视他的目光 越发舍人 凉薄地唇微沟 缺个暖床的 床上的体力活 挺适合你 他慢调思理地说着这些话 却脸上多了些邪色 你 江短城一瞬醋眉 脸颊上都涨起热气 他非要这样羞辱他不可吗 仿佛没看见他的胸脑 他继续慢悠悠地说 江短城 我说过你会回来求我的 我给过你两次机会 是你亲手丢弃了 乖乖地留在我的身边 不是挺好吗 为什么非要把自己弄到这个境地 现在他知道 求人有多难堪了 江短城默然 留在他身边哪里好了 随时留意他的阴晴不定 还要受他折磨 最重要的是 自己的自由完全被他掌控了 事不过三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想清楚就留下 不愿意就出去 但是有一点 我必须告诉你 如果决定留下 时间就不再是一个月 什么时候结束 我说了算 他说说自己的条件 最后丢给他做选择 自己则在一边喝茶 江短城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听见的 这样若是留在他身边 还是无期限的 当然 如果他厌绝了他 有可能很快就挥手 让他滚蛋 江短城心底 淌起一股怒气 一下子站起来 没好气道 打扰了 转身就往门口走 他为什么要受他 这样无理的胁迫 丽默西仍旧喝着咖啡 没有看他 不过他的手握住 门把手要开门时 他不紧不慢地道 我记得之前也有一个艺人 传了丑闻被商家逼债 他还不起巨隔债务 最后选择跳楼 一了百了 江短城握住门把的手 默然一起 跳楼这样的字眼 跳动他的神经 不自觉的幻想 悄悄受不了巨大的压力 而跳楼的场面 他整个人都禁不住一颤 大吸一口气 着实被自己的幻想 给吓到了 他捏紧了门把手 开始迟疑 可是答应他的条件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脱身了 何况 方曼河之前 还拿他父亲 来胁迫他离开丽莫西 丽莫西已经 瞧出他的犹豫 说人又道 你刚才不是说 为了瞧瞧 断手断脚都不怕吗 还说他是你的姐姐 怎么到了紧要关头 就退缩呢 原来 你也不过是说说而已 我不是 江短城墨的扭头 看向他 大声反驳 丽莫西并不看他 默默道 只说不做的人 我见多了 你走吧 江短城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江短城一瞬间 钻进了拳头 松开门把手 重新走到他面前 如果 我答应你的条件 你可以马上解决 悄悄的困境吗 当然 丽莫西回答的干脆 盯着他的眼眸 璀璨生化 带着十足的掠夺 无论如何 他都逃不出 他的手掌心 要我答应也可以 但是 我需要一定的自由 你不能管太多 江短城只能为自己 争取一点福利 江短城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不代表你能得寸进尺 丽莫西无情地回绝 江短城心已沉 做最后的挣扎 我不希望别人知道 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尤其是 给我爸爸带去的麻烦 他没有明说 方万和对他的威胁 他做不来告状的事 只希望丽莫西 掩埋他们的关系便可 丽莫西浅密起眼眸 有人要挟过你 他是和其聪明的人 即使他不明说 他也听懂了 有没有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只向我父亲平安无事 江短城不想再提过去的事 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丽莫西垂下狭长的樱幕 淡淡的 既然你做了我的女人 我就不会允许别人威胁你 你父亲会得到最好的照料 江短城为他这话 而心头一动 忽然有种被人捧到心尖的感觉 他笑自己自作多情 堂堂嬉哨的心尖宠 怎么会是他呢 那么 你现在可以帮瞧瞧了吗 江短城问 丽莫西放下咖啡 抬猫看向他 慢慢地 不要着急 现在最重要的是 他的谋色渐渐忧沉 对他诞生命令 过来 江短城秀眉一跳 明明知道过去就是陷阱 可那个男人坐在那里 就有一股强势 他不能不听话 他挪动步子 靠近他 踩走到他面前 就被男人拉坐到他腿上 他惊呼一声 再抬眼 就对上男人深沉的眸光 他抬起他的下巴 此刻的他 狂涓邪思 想事情快点解决 就现在取悦我 江短城双手 抵着男人宽阔的胸膛 瞪大了双眼 不敢置信地注视他 眼底有一丝惊慌 双脚不自觉地 泛起一丝红 瞧他这模样 男人抿唇笑了 拇指轻轻摸索 他尖翘的下巴 故意低手凑近他 嗓音异常低沉 刚才不是 信誓旦旦地 说要救人吗 没点行动怎么行 明知道他是 故意这样说 偏偏江短城 就是不服这一口气 看着他那 似笑非笑的邪魅模样 他心已横 不就是让他高兴吗 到时候 他可别后悔 江短城双手 捧住男人的脸 一仰头 就横横地吻上去 他的吻没有任何技巧 这个丽莫熙早就知道了 所以他野蛮地吻上来时 他还想看看他有多大能耐 可是当他感觉到 唇边都是他胡上来的口水时 他的眸光一暗 大掌捏住他的肩膀 一把拉开他 恶狠狠地瞪着他 江短城 你故意的 江短城捂住自己的嘴 眨着无辜的眼睛 不是你说要行动的吗 我那么主动 你还不满意 他这话刚说完 忽然被他的大手扣住腰肢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他整个人扛在肩膀上 他的目的明确 往休息室走去 江短城 你今天死定了 听到男人的威胁 江短城真心慌了 哪里还笑得出来 晃着双腿要下来 急急地说道 不要挽牲 你虽然是恶魔了一点 但是不会使用暴力的 对不对 他还年轻 还不想死 丽默西长眉挑了挑 你说我是恶魔 长腿没有停止走过去 江短城倒吸一口气 关键时刻怎么能掉链子呢 不是不是 我是说你那么绅士 一定不会使用暴力的 对不对 他的话说完 休息室的门已经被打开 他被男人丢到里面 那张唯一的单人床上 他挣扎着要起来 但男人精健的身躯 已经压下来 将他牢牢压到床上 江短城怯怯地 望着男人邪映的俊脸 小声提醒 这里是你办公室 你不怕外面的职员知道吗 这样不是更刺激吗 他冷眉一笑 摇着他的背耳说道 江短城 你今天要是让我不满意 你的事也别指望了 莫良还多加一句 主动一点 像上次那样 一起上次的疯狂 江短城又是不争气的脸红 他那次是被药物控制的好吗 他怎么能提这种要求呢 快点 见他不动 他冷声命令 江短城顾不得那些矜持 勾住男人的脖子 拉他下来 没再故意糊他口水 前吻变成深吻 起初还说要他主动 可到了最后 他还是变成被吃得死死的那个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残情恶哨的隐婚期 有了丽默西在案中帮忙 网上流传的艳照 全部消失 巧巧现在要解决的 是来自商家的索赔 丽默西的意思是 既然他有私生子一事被曝光出来 那么在艳照与私生子之间 尽力把大家的注意力 转到孩子这边来 《月周刊》说 巧巧的私生子 是他与某位导演 潜贵则的结果 还说他是小三 企图破坏这位导演的家世 巧巧的公关团队 很快就列出 巧巧出道至今 所有演过的片子 每部片子的导演 一一排除 这个爆料里 所谓的导演的存在 也就是说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没有这回事 这些完全是 《月周刊》的谎言 至于孩子的父亲 巧巧说 那是他出道前 就谈的恋人 在他怀上孩子的时候 去世了 他只想好好保护 这个孩子 健康成长 没想到 却被这些恶人抱出来 这份报道一出来 忽然出现很多人 支持巧巧 说《月周刊》 做得太过分 孩子是无辜的 怎么能拿一个 几岁的小孩来说事呢 支持者一下子 盖过那些负面言论 巧巧的形象 稍稍晚会一些 简接着 是有一家银行的经理出面 说会以最低的利息 借款给巧巧还债 一时间 这家银行的经理 也上了一回娱乐版面 这让其他拒绝过 巧巧的银行 诧异的同时 按摩这个经理的 假人假意 他们之前明明也拒绝了 巧巧 为什么突然变卦 之前多多逼人的商家 建银行肯借款给巧巧 也不再逼得那么紧迫 有些还说 不追究赔偿了 愿意请他继续代言 谁都没有想到 几乎陷入绝见的巧巧 会在一天的时间里 起死回生 当然也不会有人想到 在背后操控这一切的 使堂堂稀少 若非他亲自出面 那个银行经理 是不会同意借款 给巧巧的 不过 巧巧的艳照一事 终究是造成 很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他暂时被封杀 近期都不能出现在荧幕上 更不能参演任何作品 他之前签下的戏 都要全部推掉 甚至还要赔偿 剧组的损失 这样的结果 对于巧巧而言 已经是最好的了 至于是谁 射击陷害他 拍下这组艳照 警局那边 也也改之前 随意的态度 给出回复说 高度重视这起案件 全力抓到 这种恶劣的人 江等辰看了最新报道 玄哲的心终于放下来 也不会再胡思乱想 巧巧被逼跳楼的场面 他现在当真信服了大家说的 西少在A市 那就是能翻云覆雨的人物 不过是一天时间 他就让整个舆论 都倒向巧巧那边 这大底 就是为高权重的人 才能拥有的资本 简直在彻查 巧巧被设计的案件同时 丽莫熙也派了暗夜 去查这件事 其实 早在那一晚 他看见江暖城 被人下药后的第二天 他就让暗夜调查 是谁在捣鬼 只是江暖城隔天说的话 着实惹恼了他 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暗夜拿着查到的证据 进入总裁办公室 汇报结果 丽莫熙看完那些资料证据后 醋了眉 神色沉下来 怎么是他 他预料不到 安排了这一切的 竟然是寒谦牙 那一晚 江暖城被下了药 与庄宇泽见面 这也是他精心安排好的 一想到江暖城 差一点和庄宇泽那个了 他心底经不住涌起运动 是的 鲜少动怒的他 现在是真的恼怒 韩千雅对江暖城 做了这种事 如果说韩千雅 对付江暖城 是因为他的缘故 那么乔乔呢 他弄的这一出 几乎把乔乔赶出娱乐圈 甚至还爆出乔乔最大的眼丝 他为何对乔乔那么狠 暗夜看到调查的结果 也着实惊讶不已 那样高贵优雅的千雅小姐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 相信警局再努力一点 也会查出这个结果 要不要 暗夜不知道这事该如何处理了 毕竟千雅小姐对主子而言 是不一样的 丽默西谋色急沉 他盯着那些证据 须鱼吩咐道 通知警局的人 这事到此为止 还有 把这些都毁了 他把那些证据丢到暗夜面前 暗夜有些诧异 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主子不会让任何人 查到千雅小姐的头上 千雅小姐是个特例 那个江暖城 怕是怎么样 都不能压过千雅小姐 在主子心里的地位 那么 乔大明星那儿 如何交代 暗夜收好桌子上的证据后 问道 丽默西眸光闪了闪 没给出指示 而是豁然起身 大步走出办公室的同时 下达命令 查江暖城在哪里 江暖城此刻在等乔乔 他不想乔乔还误会 使他邪命 这会儿 乔乔刚接受了访问回来 推开休息室的门 江暖城立即站起来迎上去 乔姐 跟在乔乔身边的 是经纪人秦姐 以及小杨 乔乔还没开口 小杨就先一步走上前去 没好气地质问江暖城 你来这里干什么 想求乔姐原谅你吗 我告诉你 休想 江暖城皱眉 他都还没说什么 小杨怎么就先开口讨伐他了 被他这样说 好像真是他告密似的 乔乔和秦姐都没说话 只是看着对面的江暖城 似乎在等他说话 江暖城不想和小杨吵 直接看向乔乔 乔姐 我不是来求什么原谅的 因为这件事根本不是我做的 我来 就是要说清误会 误会 乔姐已经盘问过 看护孩子的保姆 那保姆 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乡下妇人 他没有告密 那就只有你是知情者了 难道还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事 小杨又是针锋相对地指责江暖城 江暖城这会儿要忍不住了 小杨无凭无据的 为什么就肯定是他泄密 他正要开口反问 一道男声从门口响起 这第三人肯定是有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残情恶哨的隐婚期 作者 蓝腰 演播 一笑末路 生机勃勃 第六十五集 他们转头看过去 英俊冷意的高大男人 在左右保镖的护卫下 出现在门口 他们都不禁诧异 西少怎么来了 刚才说话的正是丽莫西 她漫步走进来 琴姐反应那叫一个快 立马露出笑脸迎上去 是西少啊 这是贵人驾临 西少怎么有空过来 高冷的西少 当然不是谁都能靠近的 她偏野暗夜 暗夜立马领会地 上前隔开 琴姐的靠近 转而看向瞧瞧 西少想给乔乔送一份礼 江暖城刚才还奇怪 丽莫西突然倒来 这会儿听见这话 更觉得奇怪 她要送什么礼 乔乔同样不解 阿姨将手里的文件袋 递给乔乔 没有多说什么 意思就是让她自己看 小杨莫名有些心虚 忽然就有一种 非常不好的预感 乔乔满怀疑惑地 打开文件袋 里面是一张放大的相片 她看清楚这张照片后 猛然看向小杨 冷声道 是你 小杨下意识退后一步 却在做垂死挣扎 乔姐 我怎么了 乔乔捏着相片的手 不自觉地发颤 她是气得一时难以开口 秦姐一把拿过她的相片一看 脸色同样变了 输然冷力地 瞪是小杨 哼 原来你一直在做 贼喊捉贼的事 我 小杨没看见 那相片是什么 还想说什么 秦姐却把手里的相片 甩到她脸上 怒道 你自己看看 证据确凿 你还想诬赖江暖城 小杨接着那张相片 指尖上面的画面 是她和月周刊的负责人 暗中密会的抓拍图 相片下面还标示了拍摄的日期 这是瞧瞧这次事发前不久 小杨不敢相信地 看着手里的相片 她做事已经非常小心了 万万没想到 还是被人拍到了 小姐 事情是这样的 月周刊 他们约我是想挖你的隐私 我当时不清楚 他们的目的才赴约的 他们提出抱你隐私后 我断然拒绝了 我没有泄密 再说 我真不知道 乔姐你有孩子 小杨反应极快 一下子 就能为自己找到借口 乔乔冷笑一声 是吗 那你们何必约在那么隐蔽的地方见面 还刻意戴了帽子遮脸 我之前就怀疑被身边的人充满 所以那天我故意赶江暖城走 就是想看看你的态度 没想到你一味地把责任推到江暖城身上 你不觉得自己表现得太明显了吗 小杨一时哑口 乔乔继续说道 再说了 这件事 西少肯定查清楚了 我想起 他不会无缘无故地冤枉你 小杨恍然看下丽莫西 真没想到这事会惊动西少 他脸色苍白 意图往门口挪动 嘴上说 小姐 我是一时财明心窍 我不是故意的 你原谅我吧 一说完 就转身要拔腿跑 但他哪里能跑得过暗夜呢 暗夜一把抓住想逃跑的小杨 对乔乔询问道 要不要帮忙 送去警局啊 小杨一听这话就急了 居然扑通了一下 跪在乔乔面前哀求道 乔姐 看在我干离你这么久的份上 你饶了我吧 我上有老下有小 不能去报警啊 乔乔闭上眼睛 塌了一口气 有些疲累的说 算了 我也累了 不想再惹事端 放他走吧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出现 小杨一把鼻涕一把累的 感谢乔乔 然后赶紧走了 害怕再多待一秒 自己就有牢狱之灾 多谢细手 出手帮忙 乔乔微欠身感谢 丽莫兮旦看他一眼 冷漠的样子 并不领情 不必了 邦尼并非我本意 若不是姜暖城 他才不会出现在这里 乔乔看了姜暖城一眼 随即明白怎么回事 看来他看得没错 西少会听姜暖城的话 他勾传微笑 暖城 这次谢谢你了 姜暖城刚想说不用谢 只要悄悄不误会他就好了 只是嘴唇动了一下 声音还没出口 站在这边的冷静男人 便指示他 冷道 还不过来 他进来那么久了 这女人居然没一点自觉意识站过来 还站离他那么远 故意躲避他 姜暖城差点被呛到 逆了一眼眉目冷冽的男人 他几个意思 不是说好了不暴露他们的关系吗 秦姐刚才就非常糊涂 西少帮乔乔抓出身边奸细 却又说并不想帮他 看西少对姜暖城的态度 难道是因为姜暖城 可为什么两人之间 没看出一点暧昧 西少看姜暖城的目光 反倒是非常犀利 乔乔倾咳一声 拉住秦姐往外面走 笑对姜暖城说道 你们慢慢聊 哎 我们还没好好感谢西少呢 怎么能走那么快呀 秦姐还想跟丽莫熙谈谈 能不能等乔乔的封杀令过了 给他一个角色出演 所以很不情愿被乔乔拉走 姜暖城看乔乔眼里的调侃 不由得一阵尴尬 上回才说了 和丽莫熙没有关系 现在又扯上关系 这次甚至是不知道 何时是尽头 他一阵郁闷 拖着步子走到他面前 谢谢你 要不是他出现 只怕他磨破嘴皮子 都无法和小杨说清楚 因为对方是故意栽赃给他的 丽莫熙捶眸 注视眼前低着头的姜暖城 越发觉得 这女人真是傻透了 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他一来求他 他就忍不住要帮他 或许是 他忽然大发善心 看不得他犯傻 男人结实的手臂伸出 极为霸道地圈住他的腰 将他拉进怀里 姜暖城凑不及防 莫然抬眸 只见他俯视自己 不冷不热地说 这是你应得的 抬手俯伤他的脸颊 拇指停留在他的红唇上 由此看着他 都想一亲方泽 这女人对他的影响 似乎越来越大了 姜暖城暗寸 可不定吗 这是他应得的 因为他再一次 把自己卖给了他 眼看他靠自己 越来越近 鼻息间 全是他身上的龙咸香 他似乎早已经 习惯这种气息 他难得乖顺地 闭上眼睛 以为他要吻下来 男人英挺的鼻尖 与他相碰 没有吻住他的唇瓣 拇指仍旧 轻轻摸索他的唇片 低沉磁性的嗓音道 晚上 陪我出席宴会 这话落下 姜暖城默地 睁开眼睛 和他对视 下一刻 他便毫不犹豫地 扶开在他船上 恶作剧的手 皱眉道 不是说好了 不报光关系吗 我不能陪你去 他扭着身子 要摆脱他的束缚 男人横在他后腰的手 骤然收紧 不给他挣脱的机会 纯纯闭视怀里的女人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好了 姜暖城恶然瞪圆了眼 他该不会想后悔吧 你想耍赖 他不再挣扎 而是脱口质问 男人眯起狭长的眼眸 这次是捏住他的下巴 抬起来 你想清楚了 我没有说过要隐瞒 姜暖城深吸一口气 即便他没有说过 可他还是不愿意 再次大力挣扎 我不去 丽默西黑毛促起寒光 将他压到休息室的桌前 沉声低道 刚帮你解决了事情 就开始不听话了是不是 我说过多少次 你早就没有说不得资格 不等姜暖城反驳 他低头咬住他的唇 将他那些反抗的话 全部逼回去 这个女人实在太不听话了 她的乖巧顺从 只是一时半刻 过后就反抗他 看来还是要加把劲 驯服他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残情恶哨的隐婚期》 姜暖城被他吻得一阵阵晕眩 他甚至扣住他的腰 将他抱坐到桌面上 齐长的身躯环绕着他 好似要在这里 宣示对他的主权 姜暖城想到他要做什么 他脸都红了 努力躲开他的视线 急促道 你疯了 你快放开我 他双手锤打男人坚硬的胸膛 他两手撑在他身子两侧 不给他任何躲闪的机会 就连他的锤打 都像是不痛不痒 英俊的脸带着冷然 坚决力凝视他 语气缓慢 却能拉动姜暖城的神经 那你告诉我 去还是不去 他说话的时候 放在他腰后的大手 恶意向下 移到身后的桌子上 仿佛只要他说个步子 他便绝对不会放过他 姜暖城的气息还没有平稳 胸口上下起伏着 双眼一眨不眨地 和他对视 感觉到来自他的威胁 他真是讨厌死了 被他这样胁迫 尤其是现在 休息室外面 有脚步声靠近 应该是工作人员 他耳尖地 听到他们说要进来休息 他越加紧张地推他 有人来了 你快走开 瞧他如此慌扎害怕的模样 好像他们在这里偷情似的 难道他丽莫熙对他而言 是那么见不得人吗 男人的脸色沉了几分 更是不可能放开他了 眼底划过一丝邪意 抱紧了他 在他耳边喷热气 乖 现在告诉我你的答案 如果我说不去 你要怎样 江暖成贺问 男人修长的手指 轻轻划过他的脸颊 蛋勾起春脚 邪恶诱惑人 那我只好在这里 狠狠教训你一顿 再带你出席晚宴 江暖成是气得 说不出话来 他做这些都是无谓挣扎 不管怎样 结果都是要陪他 出席晚宴 他把头别过一边 不甘挡 我陪你去 你可以放开我了吧 你这女人 早些点头 不是免吃苦头吗 他冷哼一声 放开他 当两人整理好 有些凌乱的衣服 走出休息室 江暖成看见 守在门口的暗夜和保镖 他怎么忘记了 有暗夜在 没丽莫熙的允许 其他人是不能进去的 那他刚才还紧张什么 瞪一眼丽莫熙 可恶 又被他坑了 乔乔拉着情节走了一段路 忽然接到警局的来电 说是那个绑走他的黑衣人 有了线索 这黑衣人应该是收了钱办事 事发后没多久 他就潜逃出国了 现在要抓到他 没那么容易 再有线索 会和他联系的 乔乔到了谢 挂断电话 这个黑衣人可真够讲话的 居然事先跑路了 这幕后要害他的人 究竟是谁 看来这一时半会儿 他是无法知道答案了 江暖城看着镜子里 换上晚礼服的自己 之前随意扎在脑后的马尾 也换成了优雅的发际 他有些发争 自己不是没有过这样的装扮 身为江家大小姐的时候 他也喜欢穿着美美的晚礼服 参加各种晚宴 那时候的他 还不懂什么是愁滋味 如今却是落魄的 什么事都得靠自己 好在 他没有怨天尤人 好在他还努力地活着 只是 如果医院里没躺着他的爸爸 或许他早就轻生了 丽莫熙从后面走过来的时候 就看见他站在镜子前 不是没有见过 他精心装扮后是什么模样 只是这一次 那个看着镜子里的女人出了神 原本清澈无忧的眼眸里 充满的是落寞和哀愁 好像看透了世事的凉薄 可他只不过是 未踏出校门的大学生 这样的年轻 哪里懂得那些凉薄 不知为何 他很不喜欢这样的江暖城 那个张扬舞爪的江暖城 才适合他 他走过去 站在他身后 与他一起看镜子里的他 微声道 准备好了还不走 发什么呆啊 还想要我等你多久 江暖城被他拉回到现实 正想开口 可一侧脸 就看见男人近在咫尺的脸 他靠得那么近 以至于他一侧手 他并差点吻到他的脸颊 他下意识往后仰头 他的大掌适时兜住他后脑 不准他后退 躲什么 他微皱了眉 玻璃灯光从头顶洒下来 男人的脸越加立体俊育了 那双注视他的眼眸 还是深沉 他忽然觉得呼吸有些困难 惊慌地拉开他的手 转过头说 没什么 走吧 这是一场商界精英的晚宴 其中不法影响 A市经济命脉的大佬 江暖城来到这里才知道 原来举办晚宴的人 要求出席者必须带女伴 所以丽莫西带他来了 他安安赋肥 边吃着食物 边瞪着那个在与人交谈的丽莫西 难怪他坚持要带他来 不过他又何尝知道 以西少这样的身份 即便不带女伴来 也无人敢苛责他 何况这么多年来 他都没有带过女伴出席任何演会 好在这里的都是商界的人 对丽莫西带来的女伴只是好奇 没有八卦的多问 倒是那些跟着男人一起来的女人 就大惊小怪了 你说那女的是谁啊 凭什么西少要她当女伴 很面生 不知道是哪家小姐 我好奇的是 如果韩千雅知道这件事 会有什么表情 她 我看她会把这场宴会给砸了 两女人说到这里 像是一笑 其中的一人止住笑后 不怀好意地勾起唇 不如拍张相片 发到朋友圈里 另一女人随即明白她的意思 眼底升起 等着看好戏的兴奋 两人一拍即合 很快 她们这些明月小姐的朋友圈里 出了一条爆炸性的说说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